高宇翔的爸爸是我四大附中的学长 我们是五月天的学长 尤其在高宇翔过世的那几年 他非常的很伤心 常常去唱歌 大家去唱歌 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前 那就打电话 高宇翔的二哥 叫高宇乔 打电话给我说 我爸爸要跟你讲话 所以我就跟他视讯 视讯的时候看起来 那个人就已经整个都 很瘦 高宇翔的爸爸就是肾脏 一直洗肾 还有那个心脏的问题 这叫多重器官衰减 跟高宇翔一起脏在金宝山 因为金宝山有时候墓云 有个铜像 我觉得他也是蛮憔悴的 整个都落宰火 在照顾父亲就非常辛苦 旁白哥宝宝 独家高宇翔罢过世原因曝光 他谢二哥憔悴近况惹心疼 照片中的高宇翔穿着西装戴着温暖笑容 偷袭法会爸妈哥哥和女友 Dito先生 不能讲话 好 没什么一切都要讲 太可思了 2019年高宇翔入节目猝死 遗体从中国运回 寝治四年后的继日之际 他爸曹道成于加拿大过世 骨灰将在平安宴运回台湾 曹爸生前的妈起设理 尽量的干爹整形名衣 王笃行 他跟曹道成全家都走得近 特别有话聊聊这位老友 高宇翔的爸爸是我 四大副中的学长 我们是五月天的学长 那他爸爸 以前也跟几个整形外的医师 很熟 但是那些都不会唱歌 那他自己本身喜欢唱歌 尤其在高宇翔过世的那几年 他非常的很伤心 常常去唱歌 大家去唱歌 他通常都是天气冷的 比如说是十一月九十一月 那时候就回来 三月份就回去 那边天气暖就回去 那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前 那就打电话 是他高宇翔的二哥 就是高宇翔 打电话给我说 我爸爸要跟你讲话 所以我就跟他视讯 视讯的时候看起来 那个人就已经整个都很瘦 然后整个都看见 就是身体很快的样子 他躺在床上 我说曹达哥你怎么都没有回来 他说我现在心病了 再隔了几天 又打电话 他说我爸要跟你讲话 我就说喂曹达哥 他就唯一声就没有声音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他睡着了 就已经没什么精神 他就后来就跟我讲说 他们想把他爸爸运回台湾来 就是花那种飞机 医疗的飞机运回来 我说那你把你的那个检查资料传过来 那时候我还找龙肿的那个防御导 一看了以后说 哎呀没办法 他说这个已经没有 用过来也没有用了 刚刚的爸爸就是肾脏嘛 一直洗肾 还有那个心脏的问题 没隔几天就说他爸爸走 因为你很多器官都已经坏掉了 身体就像一个家庭 你心脏不好 有的不好 别的地方肝脏肺脏还可以救你 别的手机也能救你 结果你现在心脏不好 影响了肝也不好 肺也不好 什么都不好 这叫多重器官衰减 我觉得他也是蛮憔悴的 整个都落在河 在照顾父亲就非常辛苦 但是松一口气 真的 因为我已经就是放在心里面很久 高尔祥过世四年 在添加与亲爱的老爸重逢 父子也葬在同处 跟高尔祥一起葬在金宝山 因为金宝山有时候墓园 有时候同像 三里娱乐新闻一并怀念 报道 小朋友包上陈美鳌 我是陶婷 我是曾文晨 我是孝心疼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Kavin 廖伯雅 我是艾薇 我是蓝 我是蜜蜜 我是林真益 我是自欣 我是任君 我是小龙博蜜 圣诞跨年又到了 你们想好 圣诞跨年要去买酷了吗 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 V红话呢 有准备的礼物 要跟大家交换一下 用点心思 用点情感准备的 厉害啦 马上下载 有个新闻的地方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APP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APP 或是上三粒新闻网 更加投票 请到三粒新闻网 在投票参加 上三粒新闻网 投票 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 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 我的礼物非常好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礼物哦 很快下载 祝你得奖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现在新闻网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